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很多家长就觉得 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去编码学习码 编码真的会成为下一代的第三语言 我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必须 完全掌握编码 但是大家都应该大概了解 编码是什么一回事 不会很困难 幼稚般的婴孩都能够学 我前一次去访问一个幼儿园 他们有一个小小的robot 你可以编一个程序进robot 就是向前一步 向走一步 向前一步 亮一亮灯 或者发一发声音 那么你按进去之后 你说走 它就会根据你的程序去走出来 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小孩子都可以学得到 科技真的是带来很多便利 不过听说林显龙总理 是一个编码专家 这个我不敢 差很厉害的 可以说什么编码 不要随便说话 你说什么编码 没有 这个是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读电脑的 可是那个是将近五十年前的事情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有机会去尝试一下 那你没有传授给你的孩子 他们学他们的 现在我看他们做的 我就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做的 那你就在做什么 你还没找到 就算了 在这些人 你都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感谢观看